滴掉了好久 呂孫玲做足準備上台 質詢國防部副部長 劈頭就問國軍證照專班 我們國防部呢 在營區裡面開設的證照培訓專班 那我在裡面有看到一項 就是芳香精油證照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上課的內容是什麼 喪禮服務證照 以及華語領導 領隊導遊訓練班 那這個內容呢 這也是多元化嘛 他覺得他適合去當導遊 他參加這個班 他一退伍下去 他就可以去接軌了 他就可以去葬儀社工作 他如果有這個興趣 當然個人有個人興趣 被呂孫玲質疑的 就是這些課程 芳香精油證照 香禮服務秉級 以及華語領隊導遊訓練班 是國防部為了培養官兵 第二專長特別設計的 不過芳香精油證照 卻成了呂孫玲口中 只能去按摩店上班嗎 我今天在質詢的當中 只是做一個舉例 我們希望能夠 透過這樣子的證照專班 來讓國軍 能夠招募好的人才 留住好的人才 再三解釋只是舉例 不是口誤也沒有失言 更不需要道歉 芳香精油專家 直接出面打臉 有薄荷的成分 會有一點點心鬧的作用 起碼都要三個月到半年以上 從植物開始認識起 專家表示 學習精油出路多 除了SPA按摩 還能當芳療師 製作精油造以及頭皮護理 絕不只是按摩而已 全國最年輕的立委 開口質詢前 沒想清楚 又給自己惹了歧視職業的麻煩 今天黃明君主位姿 TV報導